上一次的会心一击 令彩儿进入了觉醒的边缘 只是当时处在战场 必须尽快离开 所以龙好神使用永恒旋律 把他送回到了轮回塔 这也中断了彩儿明误的过程 虽然只是有些影响 但却等于是压制了他的觉醒 因此呢 当彩儿从闭关中清醒过来 依然没能进入觉醒的特殊状态 神卷者体制觉醒 并不是努力便能做到的 之后彩儿一直都在闭关 试图突破这层界限 可终究没有成功 总是差那么一线 龙好神判断很对 彩儿身为轮回之剑传人 他的神卷者体制是死神之传承 所以也只有在战场上 才是最好的觉醒之所 原本彩儿的觉醒还不会这么快 可是这次面临六祖出列魔的强势包围 局面更是危机 令他心中的战役持续升华 终于在轮回之剑出手的时候 触动了觉醒的底线 而且这已经是他无法完全控制得了的 那一剑斩杀四名七阶出列魔 并且控制住越野之后 他已经进入了觉醒状态 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而进入到一种特殊的气息波动中 当初龙好神觉醒的时候 已经很麻烦了 彩儿这次的觉醒是更不合时宜 群敌还死 龙好神又重伤 现在的彩儿是不能动的 龙好神曾经觉醒过 所以他深深地明白 在这个时候动他 很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更何况 彩儿的神卷者体质和他不同 他传承的光明女神 乃是中正平和的强大神力 而彩儿的轮回体质 却不知道要霸到多少 一旦出现反噬 那么很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 龙好神从没有面临过 如此艰难的局面 以他现在的虚弱状态 就算想要发动 永恒旋律传颂都难 而且 彩儿在神卷者体质觉醒的过程中 又怎么能传颂离去呢 在阿宝的注视下 龙好神站直身体 心中在默默地思索着 你的人已经走了 该放盖月夜了吧 在这时 阿宝的声音响起 所有除脸魔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全部的围笼上来 把龙好神和彩儿包围在中央 阿宝就站在距离龙好神 不足十米之外 冷冷地看着他和彩儿 龙好神在短暂的权衡之下 心中已有定计 看着宛如雕塑般 站立在那里的彩儿 眼中流露出 一丝难以名状的温柔 近在咫尺的月夜 是看得最清楚的 他无法形容此刻龙好神的眼神 那温柔的魔光中 带着几分决绝 又带着无尽的不舍 而在这温柔深处 更有着一种 无法言喻的坚定 也就在这时候 龙好神嘴唇翁动 鼻音呈现的话语 在月夜中响起 彩儿因为刚才的杀戮 进入到了一种迷雾的状态 这样状态下的他 很可能真的伤害到你 我不能碰他 否则你会有生命之忧 我会将你传送到一个地方去 你记住 在那里一定不要移动自己的身形 原地等待 接下来你就祈祷吧 祈祷我和彩儿还能活下来 否则的话 你就只能在那里自生自灭来 一边说着 龙好神缓缓抬起手 按在了月夜的筋绑上 你干什么 阿宝怒吓一声 龙好神却是看得不看得一眼 一层淡淡的金光 从他胸口处亮起 金光闪耀中 下一瞬 月夜一时消失不见 眼看月夜消失 那些除脸魔就要冲上来 却被阿宝一声怒吓止住了 他那冰冷的目光 仿佛丽人 要将龙好神分尸一般 你把月夜 弄到哪里去了 将月夜传送离开 龙好神顿时变得更加虚弱 身体晃动一下 险些跌倒 而这时候 阿宝也发现了不对 因为月夜消失后 之前这种月夜的彩儿 依然是保持着 原本的动作 移动不动 龙好神有些艰难地转过身 面对着阿宝 相信你也看明白了吧 是的 我的伙伴因为刚才的攻击 受到了反噬 无法移动了 所以 你错过了杀死我们最好的机会 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了 你应该感觉到了 月夜公主的离开 是有空间传送波动的 我将她送到另一个空间之中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够连通那个空间 所以 如果我死了 你也将永远见不到你的未婚妻 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于龙好称来说 绝对是艰难的 财尔突然进入神卷者觉醒状态 令她原本可以全身而退的计划 完全破坏 她只能让伙伴们先行离去 但她却不能 她走了 财尔怎么办 谁都可以 唯有她不行 她必须要留在这里陪伴财尔 无论生死 她都会和她在一起 在她和阿宝的决战开始之前 龙好称就用眼神告诉了财尔 要做什么 上次和月夜见面 缓和她体内禁止的时候 月夜就告诉过他们自己和阿宝的婚事 而刚才龙好称在决战之前 传递给彩尔的信息 是告诉她联系月夜 龙好称和阿宝大战的如火如荼时 彩尔却通过留在月夜体内的禁止 和她进行了远距离交流 月夜给彩尔的答案很简单 扶持她 龙好称与阿宝 最后碰撞结束的那一瞬 彩尔进入了隐身状态 当时她有两个选择 突袭 攻击阿宝 或者是挟持月夜 最后彩尔为了温妥起见 选择了后者 毕竟上次他们攻击阿宝时 阿宝就用出了 令他们无法阻止的手段逃离了 而这次要是再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们必定会被剩余的锄裂膜撕裂成碎片 唯有挟持月夜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龙好称之所以将月夜传送走 是为了月夜的安全 彩尔进入觉醒状态 谁碰到她 恐怕月夜都会被彩尔那不稳定的杀意给杀死 而彩尔如果觉醒完成 龙好称也不知道会出怎样的异效 月夜同样有生命危险 数次合作后 龙好称对月夜还是有些信任的 月夜对他们的帮助也着实不小 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月夜去死 所以他选择了将月夜传送到永恒之塔去 随着他们在永恒之塔第二层历练 现在通过永恒旋旅传送 龙好称已经可以决定传送的具体位置 他是将月夜送到了永恒之塔的第一层 跟我一起吧 等到我的伙伴反噬结束 我自然会将月夜公主还给你 当然 前提是我们平安离开 龙好称说完这话 便在彩尔的身前盘膝坐下 此刻的他实在是太虚弱了 阿宝恐怖的权益还在他体内肆虐着 虚弱的灵巧 险些被这股权益给撕碎 他已经完全坚持不住了 阿宝一待 他显然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月夜被龙好称传送离开 也像是掏走他的心一般 他确实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不能拿月夜的命去堵 在敌人众多的强者还死下 龙好称居然就那么闭上双眼 同时摘下头盔 将一颗颗丹药送入口中吞服而下 这都是临心炼制的疗伤丹药 阿宝对夜夜的重视 令他们有机会逃生 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 龙好称很清楚 当彩尔觉醒的那一刻 就是他们要面临最大考验的一刻 能否活着离开这里 他不知道 但无论怎么样 他绝不会留下彩尔独自逃生 谁能想到 最后竟会是这样一个局面 除脸膜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宝身上 只要阿宝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立刻全力发动攻击 阿宝钻进的双拳 微微颤抖着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错过了今次 未来还不知道 能否再有将龙好称 逼入这种绝境的可能 总有一天 我会将你撕成碎片 阿宝的声音中充满了怨度 但他终究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 和龙好臣一样 也是在原底坐下 闭目疗伤 无论是阿宝所在的 除脸膜一方 还是龙好臣 他们都不知道 就在距离此地千米之外 有一双眼睛 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那是一个 全身都隐藏在 灰色斗篷中的人 一双明亮的眼眸 静静地注视着这边 他的眼神在不断地变化 似乎是能够听到 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此人空手并没有任何的兵刃 当龙好臣淡然 坐下闭目疗伤时 他眼底不仅闪过了一丝亚异 还有一丝心上 和三分痛苦加五分的复杂 略微踏前一步 灰人脚下的地面 无声下陷 但他的脚步也就在这一刻停滞了 没有继续向前 双眸微眯 一丝凌厉的杀意 在眼底一闪而过 在他身体周围 直径三米范围内 发出了一连船密集的吱吱声 竟是无数冰渣落地 所发出的声音 而这些冰渣 竟是因为他呢 有形杀起凝结而成 入定修炼 对于绝大多数修炼者来说 都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 外界如果十分的纷乱 就很难平静下来 就算是入定后 一旦被打扰 也很有可能陷入走火入魔的危机 更不用说眼前这样 群敌环似的强大压力之下了 但是 龙好尘就那么盘膝坐在那里 在众多魔族强者的入室下 转瞬进入到了入定之中 秘淫基座站开的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以及对使用者的自身增幅 顿时显现出来 铠甲上那些皱褶的纹路 渐渐恢复 淡淡的金色 也随之出现 似乎伴随着龙好尘 每一次呼吸吞吐 他身上的金光都会浓郁几分 一丝丝黑气 也随之从体内逼出 那都是阿宝攻入他身体中的权益 阿宝的情况也和他差不多 不过他驱除的是 体内龙好尘所留下的建议 龙好尘的外灵力虽然不如他 但内灵力却要更加纯净 因此他治疗伤势的速度 一点不比阿宝慢 更何况他还服用了 灵芯所炼制的丹药 他的伤势要比阿宝严重得多 之前一直在强子支撑 体内五脏六腑 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 经脉紊乱 灵力近乎枯竭 甚至伤及了灵窍本源 这样的重伤 绝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恢复过来的 如果在安全的地方 如此重创下 龙好尘恐怕早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可现在的他 又怎么能让自己昏迷呢 强大的意志力 支撑着他的身体 也同样在这份意志力的支撑下 龙好尘惊讶地发现 在自己小腹和眉心处 似乎是各自多了一个奇异的金色光点 当他吸收外界光元素 补充自身的时候 这两个光点 似乎也在随着他的呼吸而壮大 尽管壮大的速度很慢 但在龙好尘强大的精神力探查下 却依旧清晰 这难道是灵翘的雏形 早在几天前 龙好尘的那灵力就已经提升到了一半 再加上 一直压制着灵力提升的底蕴 都在刚才那艰苦卓绝的一战中 被激发了 而最重要的 还是他的惊人的意志力 如果当时他陷入了昏迷之中 这份突破 恐怕还要拖延许久 可他却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并且 在一种魔族强者包围之中修炼 这份强大的意志力 与他被激发的潜力相容 竟是直接帮他建立了 灵翘的雏形 而且 一下子就是两个灵翘 全部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 只要给龙好尘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修炼 他便可以真真正正地进入七阶境界 并在未来的修炼中 比那些只开启了 第二灵翘的七阶强者修炼速度 至少快一倍 大量的处理魔围在旁边 一个个是 大眼瞪小眼 却不敢有丝毫的行动 没有阿宝的命令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更何况 龙好尘和彩尔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也令他们投手忌器 如果这是在圣殿联盟中 所有的情况扭转过来 或许 圣殿联盟的强者 会为了联盟未来 貌大不为 强行击杀宝 以自己受到严厉处罚 为代价 解决联盟未来 有可能遭遇的强敌 但在魔族 肯定不会这样 魔族讲究利益至上 实力至上 他们心中不存在 任何奉险精神 只有绝对的利益 杀了龙好尘和彩尔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结局更是必死无疑 魔族太子的怒火 可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 甚至会牵连到 他们的种族 因此 他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两个时辰的功夫 很快就过去了 龙好尘终于将体内 权益全部的逼出 虽然身体一旧虚弱 但终究没有权益 在自己体内肆虐 接下来只是治疗和恢复的过程 而且啊 他也发现 自己的判断没错 眉心和小腹处的两个灵巧 经过这两个时辰的功夫 已经各自吸收了一定的灵力 虽然还很少 但灵巧的模样 已经渐渐地显现出来 只要经过长时间修炼 当自己胸口处 灵巧充满之后 自然然的 就能将修炼出的多余灵力 存储到这两个灵巧之中了 一旦这两个灵巧培育完成 那么未来无论是修炼 还是攻击防御 灵力的输出 就会增幅为现在的三倍 这就是七阶相比于六阶的优势 更别说 七阶还可以激发光药之体 这个强大的增幅器呢 阿宝身上散发着淡淡的 紫黑色光晕 他的伤势 比龙好尘好的还要快一些 在他身上 同样有着惊喜出现 八阶通往九阶的瓶颈 似乎是松动了 虽然还没有真正开启 但只要有了这一次松动 相信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就能真真正正的 成为一名九阶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